謝謝主席 市長 副市長 各局處頭長 各位議員同仁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好 本席首先想要針對我們台中市強化社會安全網 第二期計劃的中央報告來跟市長討論 市長你是否知道我們台中市社工的平均離職率是有多少呢 那現況對於我們成功久任的社工 我們台中市政府有沒有額外給他們獎勵的機制 那另外就本席所掌握的資料 我們台中市身為志工之都 那媽媽市長的表現是有目共睹的 那其中我們台中市在社安網的第一期 107年到109年獲得到中央的核定 185米的計畫的專業能力 那第二期就在110年到114年 更進步的成功獲得我們中央分聯核定 551名的這個計畫的專業能力 那增加這麼多人的人力 那你認為市民最有感的是什麼 那社工在哪方面表現是最得值你肯定的 市長你可以簡單的回答嗎 好 拜託社會局長回答 好 謝謝議員關心這個 這個社安網的部分 那我想我們其實第一年 就是說社安網第一期的時候 台中市政府基本上在相較於其他縣市政府是表現的 相當的不錯 所以我們也有獲得中央 又給我們增加5%補助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幫市庫省了一些經費 那在第二期的部分我想承接第一期 第一期都是以家庭為單位 那第二期家庭跟社區為單位 那檢討第一期在建制的過程裡面 已經陸續建制了14個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所以第二期我們會再往前 就是從預防的部分開始 來就是說加強這個服務 那同時也把這個相關的 這些局處相關的 像醫務社工等等 這些也一起納進來 所以我們這次獲得500多位的人力 當然是分年來禁用 那不只是社會局而已 還有衛生局 同時也有這個少府費的人力 那這些都是為了強化我們整個 就是社安網的內容 那雖然根源報告就是說 其實我們家暴或是兒少 兒虐的這個通報案件數是增加 那當然全國也都是這個狀況 只是說我們並不認定說 這個有家暴跟兒虐增加 就代表台中市虐待兒童的人數增加 或家暴的人數增加 我們是覺得說其實這個是讓黑數來減少 那黑數減少不管是對家暴的個案 或是對兒少保的個案 我們都覺得我們能夠多救一個兒童 我們能夠多救一個成人 其實就是對整個社會的一個貢獻 以上報告 謝謝局長的推薦 接著呢 本席也想表揚我們的 也想表揚我們的市長 我們台中市在民國114年 禁用率達到93.1% 那112年也持續維持禁用率達到92.2% 這個高水準表現 那依據我們衛生福利部114年 涉案網人力 經有情形的這個統計資料 本市禁用率是六度最高的 那就本席掌握一份資料 但是也非常十分的憂心 我們涉案網中 在衛生局的新衛社工 離職率呢 將近有破四成 而社會局的這個清府社工 離職率也破了三成 不曉得市長你怎麼看 面對這些問題 那我們台中市政府各個機關 有什麼這個因應的對策 那我們台中市能不能算六度之先 對這個基優的社工 發放九任的獎金 市長你可以簡單的回答嗎 好 因為這個部分我來回答 的確衛生局也是非常的努力啦 那所以一直不斷地在招募人力 來讓我們整體的禁用的比率能夠提高 那當然這是其中一個 那我覺得留任這個社工最重要的 當然就是薪資待遇啦 所以我們的薪資待遇 我們在最近一兩年 我們已經提高了百分之八以上 那114年就從明年開始 他會跟著公務員的薪水來做連動 而且我們不只是針對於公部門的社工 同時我們對於私部門的社工 我們也一樣 那另外我們也提供一些 比如說像心理諮商啦 還有這個資深督導的這個協助計畫 那我想這個都是給社工最好的支持 不過當然最好的支持是來自議員您的 對我們的肯定啦 謝謝